一个没穿衣服的陌生女人 突然出现在酒店阳台 这把屋子里的大壮吓了一跳 就当她打开屋门问女人从哪来时 大壮的女友突然走进了房间 看到了让人尴尬的一幕 这一下 大壮是跳进黄河也解释不清了 没想到的是 一旁的女人还煽风点火 自称自己才是大壮的女友 并且感情一直相处得很好 这可把大壮急坏了 赶紧捡起浴袍 先给女人披上 然后认真地给威娜解释 自己和女人根本不认识 可奇怪的是 女人却准确地说出 大壮屁股上长着一个胎脊 就连大壮都觉得不可思议 表情十分惊讶 现在就算再怎么解释 威娜的心也已经碎了一地 扔下头巾转身离开 决定从此和大壮分道扬镳 就当大壮还在尽全力解释时 女人居然又伤心地说道 这是我的未来的父亲 来来 你的未来的父亲 你会成为父亲吗 为了挽回自己的爱情 大壮只好拉着女人走出房间 尝试来到隔壁寻找事情的真相 可尝试了几次 房门都没有打开 于是 她命令女人拿出房卡打开房门 因为她怀疑女人就住在隔壁 可等了半天 女人也没拿出自己的房卡 此时的威娜 已经失去了所有耐心 不想再听大壮的任何解释 回到屋子继续收拾行李 为了拆穿女人的骗局 大壮裤吃一下撞开了房门 拉着女友进到了隔壁房间里 可出乎意料的是 隔壁房间干干净净 并没有发现有人入住的痕迹 唯一的希望 就这样破灭了 威娜表示要起诉大壮 让她为这无耻的行为付出代价 接着拉着行李准备离开 可突然想到钱包忘了拿 于是转身又反了回来 而就在这时 戏曲的一幕发生了 任凭威娜怎么拿着房卡解锁 房门却都打不开 一旁的大壮拿着房卡也尝试了几次 发现也打不开 这时 隔壁关闭的房门 让大壮突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 她拿着房卡来到了隔壁 正好抓了个现行 原来 威娜居然和女人认识 房间也是威娜开的 如果不是她拿错了房卡 大壮估计到死都不明白 这是什么情况 直到想到女友要起诉自己时 她才意识到 原来这是威娜的骗局 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敲诈大壮的财产 好在大壮脑子聪明 识破了两人的手段 并把他们锁在了屋子里 女人健壮 准备从阳台逃跑 结果倒霉的把门把手拽了下来 看样子 以感情为手段诈骗马尼的人 老天都无法容忍 如果你阳台上突然出现个女人 你是选择直接报警 还是选择和女友去做解释吗